有记忆下的部落支撑的台东石山部落 每天会有许多战斗机飞越部落上空 不少民众也会到部落观看战斗机起降 而当地阿美族人也发挥巧思 利用稻草神制作战斗机 主任表示一架战斗机需消耗上百公斤的稻草才能完成 机翼 机身以及外挂飞弹 全都比照真实战斗机比例制作 未来这台战斗机将作为部落入口异象 希望能成为部落特色与景点 也为近期频频发生意外的制航基地降势加油打气 那我们也希望飞机不要再有出状况 毕竟伤亡对这件事情也是不是好的 希望把这些飞机完成了以后 也希望给他们一个比较振奋人心的部分 给他们打个十七这样子 希望不要再发生事情 主人发挥创意 制作稻草战斗机 希望能成为部落特色 同时也为临近的空军制航基地祈福 台东市十三部落常年也积极推动稻草文创商品 希望未来能吸引更多游客造访部落 带动部落经济 也让更多主人能够回乡就业 原则新国本家加特曼台东市采宝报道